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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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這個Sketch草圖的建構工具 我們已經講過這個一處 SWEEP還有這個REVOR 那最後一個我們要來講的是這個LOFT LOFT的話本身只支援Sketch裡面這種封閉的Sketch線框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這個直線或取線的話 記得最後要把它封閉起來 才可以被使用 那一開始的話我們先從這個 矩形簡單的開始 來講起 好我們到上市圖欄 然後我們建立一個 矩形 好 建立一個25x25mm的一個 矩形 好了就我們按下Enter 它必須是一個獨立的 那我們才能建立第二個 那第二個的部分我們稍微畫大一點 這邊就設定成 30x30的矩形 好按下Enter 好那這兩個都是獨立的 那接著我們把這個小的呢 我們使用Move移動 把它移動到 這個大的上面來 然後我們稍微轉一下視角 轉一下視角 好給它一個高度 那這個高度就會決定 我們等一下Loft它做的一個 就是伸展的一個高度 所以你要做長一點就可以拉高一點 那你要做短一點就 下面一點 好 這邊大概給它一個適時好了 適時 好了之後呢 我們再給它變換一點角度 因為如果只是單純這樣子 上面是方的 下面也是方的 其實 一般的功能也能做得到 所以我們要去突顯 Loft它能夠做的這種 形狀喔 是比較特殊比較特別的 我們幫它轉一點點角角度 給它45 OK 好 那在這樣的狀態下 一般的指令可能就 不是那麼容易做了 那我們就可以靠Loft 來做起來 那我們選擇先選上面這一個 好了之後呢 按住Shift 選第二個 然後我們到這邊 直接點選這個Loft 它就會幫我們把上面這一個 Sketch跟下面Sketch 做一個連擊的一個動作 然後變成一個3D模型 好 那這個把它移到旁邊來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它是靠上面的這個封閉的這個Sketch 跟下面的封閉的結合 那它除了像這樣子 現在比較中規中矩的造型之外 它其實 能夠符合的變化性其實蠻多的喔 我們把這個給刪掉 刪掉 剛剛是兩個 那我們現在來做三個 然後我們把造型 弄得更複雜一點 我們看Loft它能不能 做得出來喔 好 那首先我們這邊 幫大家建立這個 好 好我們從圓形開始 圓形 我們先建立一個圓形 OK 然後接著我們再來 建立一個 好這個多邊形 好然後 再來我們使用 我們使用這個 開放的線條Sketch工具 來畫 好我們畫一個 新型好了喔 那如果你是用開放的這個 線條 不管是直線還是曲線 你要記得喔 最後一個點 要記得把它封閉起來 讓它變成一個完整的一個封閉造型 這樣子才能夠被拿來做Loft使用 好那我們先Enter OK 那看現在這個造型就比剛剛複雜多 這邊有圓形又有這個 對邊形又有這種 零零角角的這個星形 好這個時候我們一樣把它做一個 就是高度的一個對點 好我們一樣使用的是Move 好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它是由三個 封閉的Sketch 然後 這樣子的一個排列而成 好那我們首先就要開始來選擇囉 因為剛剛兩個 剛剛是兩個所以 它的先後順序其實不影響 反正它只有兩個而已 那當你現在是複數的時候 有三個以上的時候 其實它是有順序關係的 因為它連下來 它有一個順序 所以我按選擇的時候 我可以 要這樣子選 選第一個之後Shift單子 要照著順序這樣子選下來的 才是可以使用的 如果你現在沒有照順序 它就會像這樣子 OK 那我們使用這個快速吃完裡面的Loft 你會發現它會是失敗的 不能使用的 所以我們這一定要照順序 那不管你是從上往下 還是從下往上 你只要有一個選擇的順序在 它才能夠成功 來看一下 OK 好 所以你看到現在有幾個 好 三個Sketch 連擊起來的這種複雜的造型 它也是能夠成功的 幫我們把它 做3D模型出來 好 所以Loft就是這樣子的在使用 好 那當然它能夠做的造型變化 其實還蠻多的 那我們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幾個比較複雜的變化 來 那我先把現在這個 先把它做一個 刪除的動作 我這邊已經預先先畫好兩個造型 然後 本來是把它隱藏的 先把它顯示開來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兩個造型 一個是有圓的方式去建構起來的 然後它是有這個 方向性跟弧度的 好 那這樣子的連成的過程中 好 就很適合拿來做 這個是一個角 一個角的造型 把它連起來試試看 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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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一樣使用快速齒輪的這個Loft來使用 好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就是有一個 角的造型就出來了 OK 好 那我們可以把它出來看一下 好 你看它就像這樣子的一個造型 所以它造型是可以很靈活的 很靈活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是比較直角 因為它最後決定就在這一個 這個切面的決定就決定在這邊 你看這邊比較是銳利的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後面會有講到這個 針對 這個 實體物件的一些修改工具 裡面會講到怎麼樣去修改這個 那這邊我可以先 教大家就是先稍微透露一點 因為這樣看起來這個形狀不好看 先透露一點 這邊的話我們可以選擇它的這個 線框 它其實針對這個實體的話 有一個工具它是可以語化我們這個 好比較銳利的這個寫角 然後它一樣是可以用數字的方式來輸入 或者是你用這個齒輪 那有時候不太好輸入 有時候可以用這個數字的方式 那你可以看到它現在變成是比較圓角的一個造型 OK 那這邊的話你可以2.2好了 好 它就不會像是剛剛那個 就是切得很銳利的那一個 斜角出來 就變得比較是有導角的 所以這樣子的造型就會這邊尾端 就稍微好看一點 好那另外一個我們來看 這個是做一個像是貓爾的一個造型的一個切面 然後一段一段的讓它連起來 一樣我們從下面開始 現在這個比較小的我們盡量把它放大來選擇 好 好了之後一樣使用這個loft OK 這個貓爾的話我這樣子連起來 大附上是沒問題啦 可是你會發現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這個弧度 你看像這個弧度有點怪怪的 它的弧度不是很弧喔 它有時候是因為你這個畫的線條的關係 可能點的這個配置上喔 不是那麼的均勻 覺得它有時候長出來 它會有這樣的弧度產生喔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調整loft 它在生成的過程中 還按一下Enter之前 它中間有一條這個白線 上面這個點喔 是可以選的 這個就可以來控制 控制這個成型的這個弧度 我們來調整一下喔 先點第一個 再調整一下 你看它的弧度有沒有 就有明顯的看到它就受影響 好 這邊稍微點選一下喔 可以讓它變得比較糊一點 可以讓它變得比較糊一點 好 那調整到我們要的這個 造型之後呢 可以按一下Enter 好 來結束 好 那這邊順便一提的也是啦 它這邊 它的預設值也是 如果你今天在Sketch 在掌物件的時候 沒有重疊的狀態下啦 它也是以New Solid的方式來呈現 那如果你今天有重疊的話 那上面這些 就會 都可以來使用 那預設值當然是這個減法的 對 那如果你有重疊的話 你可以使用減法 或者是加法 或者是交錯來使用 所以預設值目前都是 以這個New Solid來做 OK 好 它一樣有沒有 做出來 OK 那這個造型變化 就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一個耳朵的造型 所以你可以拿來做一些就是 角色設計的公仔啊 然後它有毛耳的造型 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或者是說這個角色它有 這種角的造型 你就可以用這一個方式來做 OK 那這個的話就是Sweep 它沒有辦法做到的 Sweep不能做 因為Sweep它是做一個統一造型的 如果你要從大到小 這個Sweep就不行 那這個就更難了 這個造型我看大概 應該只有這個Loft能夠做得出來 那你用Sweep 或者是用Revolt 或者是沒有辦法的 好 那這邊這個瑞角的部分 我們一樣就是先用這個 線條的裡面的這個 編輯工具裡面的這個 圓角把它 變遠一點 它有一個臨界值啊 你透過臨界值它就會失敗 就沒辦法做 那你可以用輸入的方式來去 找到它的臨界值 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在1.7喔 好 1.75 OK 好 轉移一下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 像比較圓的一個造型 好 那剛剛那個功能 我們會在這個 實體的編輯 模式裡面會講到 實體的模式裡面會講到 好 那我們這個 有關於Sketch的這個 編輯方式啊 就是架格分架式 到這邊呢 就整個結束 好 那接著 我們會講到的 就是 再來就是針對實體的編輯模式 那邊一共有幾個畫面講 1 2 3 15 15 17 好 一共有7個 好 那請 要持續關注我們 之後的教學喔 訂閱 按讚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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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